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102年學測自然科第50題 在硝酸銀與硝酸銅的混合容易中加入少量的鐵粉並充分反應後 有少量的金屬吸出過濾後得到金屬M及綠E L 去少量的L滴入時間隨後得到白色沉澱 是由此推測所吸出的M是什麼金屬以及綠E L 含有什麼樣的金屬離子呢? 題目漏漏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懂 如果沒有看懂的話那我們接下來就動畫方式來做解題吧 首先我們有一杯硝酸銀與硝酸銅的混合容易 那這時候我們的混合容易裡面有什麼洋離子呢? 首先就是我們的銀離子以及我們的銅離子 這時候我再準備一些鐵粉 然後加入杯中 經過充分反應之後會產生我們的沉澱金屬M 這時候我們命名它叫做M 那綠E呢就叫做L 題目要問的分別是我們的金屬M是什麼和我們的綠E L裡面包含什麼 那現在先做一些簡單一點點的分析啊 在我們剛剛加入鐵之後呢 他們就出現了一個沉澱 那這個沉澱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帶到下面這個觀念啊 金屬活性的部分也就是我們還原能力的部分 什麼是金屬活性? 就是金屬丟電子的能力 當金屬丟電子的能力越強 它的活性就越高 相信大家可能在國中或高中有看過老師做一個實驗 就是把鈉金屬丟到水裡面 然後這時候鈉金屬就會燒起來 就是因為鈉金屬活性非常高 它跟水也可以產生反應 那這時候它就可以將它的電子丟給水 然後產生燃燒的現象啊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提錄裡面給的金屬分別是銀、銅以及鐵 這邊不難看出我們金屬的活性啊 也就是我們的鐵的活性大於銅的活性大於銀的活性 那你說這三個人活性出來之後代表什麼呢? 也就代表著我們活性大的人會還原活性小的人 在這邊鐵可以還原銅、鐵可以還原銀 但在還原的時候我們當然是優先還原最可能被還原的嘛 最可能被還原的就是我們活性最小的銀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吸出的金屬M可能就是我們的銀 好!接下來我們的實驗還沒有結束喔 拿出我們的NHC油水溶液滴入我們原本的綠液油之中呢 這時候我們會產生白色的沉澱 白色的沉澱到底是什麼?我們稍微做一些分析啊 我們剛剛滴入的是NHC油水溶液 也就是我們的實驗水溶液 那實驗水溶液裡面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了鈦離子以及我們的綠離子 而我們的綠液L裡面有什麼呢? 有我們剛剛的鐵離子 以及我們的銀離子 我們剛剛不是鐵已經把銀還原了嗎? 確實是這樣 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的鐵到底有沒有足夠的量 可以把銀全部都還原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才滴入NHC油了 來確定我們的銀離子是否還存在啊 那這個白色沉澱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就要牽涉到了我們的沉澱表了喔 好 接下來沉澱表的部分 因為篇幅關係啊 我們只能講比較少部分的沉澱 也就是我們這一題有碰到的沉澱現象啊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綠離子 秀離子以及點離子 碰到我們的亞拱離子 亞銅離子 銀離子 鉛離子以及亞塌離子 碰到的時候呢會產生沉澱 你說喔這個什麼記好難記喔 很難記嘛沒關係 現在教大家一些口訣啊 我們的綠離子 秀離子點離子 我們講快一點 綠秀點綠秀點綠秀點 沒錯 就是我們的綠秀連喔 想到綠秀連我們要怎麼樣 把我們剛剛的亞拱離子 亞拱離子 鉛離子 銀離子跟我們的亞塌離子 把亞部分先做省略 然後快速唸一遍 共同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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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共同迎接它 當我們看到綠右連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共同迎接它 迎接它就會產生沉澱 好 這樣子口訣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起來啊 記不起來沒關係啊 多看幾次就記起來啦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前面題目所提到的東西吧 好 我們回來看剛剛的題目喔 那我們剛剛題目出來的沉澱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有的 因離子是 綠離子 沒錯 那我們要加誰呢 我們的 綠裡面有 鐵 銅 跟銀 那這三個東西哪一個會跟綠反應呢 共同迎接它 共同迎接它 有共同迎接它 那這時候要記清楚啊 雅公 雅銅 千 銀 雅它 所以裡面確實有的只有銀離子喔 你說那銅離子呢 不好意思喔 剛剛沉澱表裡面是 雅銅離子不是這邊的銅離子喔 所以我們沉澱最後就是我們的 綠化銀沉澱 那這邊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就是我們 綠EL裡面加入NACL 有沉澱出現代表的是 我們的綠EL裡面是還有銀離子存在的喔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回來看我們的題目吧 題目裡面講到了我們的M是什麼呢 M就是被我們還原嘛 火性最小的銀離子 先看 珠一兩個選項 接下來看綠EL還剩下什麼呢 綠EL裡面代表我們剛剛沉澱 還存在的銀離子 以及我們一開始存在的鐵 那這樣子答案就很明顯就可以出來嘛 就是我們答案1 不知道你答對了沒 好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介紹一些相關的考題重點 剛剛講到金屬的火性嘛 這就提到了我們的氧化還原反應 那這邊我們會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氧化還原的定義 以及電子得失的一些現象 如果有興趣就點進來參考看看吧 接下來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剛剛講的 綠修聯 這邊共同迎接它也就是沉澱錶的部分 那在這個連結過去之後呢 會跟大家介紹我們完整的沉澱錶 以及口訣的技法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然就是點下去來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